死的东西去解决这种纷繁的变化的事情是不无解的 所以说刚才说了 清官难断家门 就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清官都断不清 况且是你用一条法律用到数以千万计的婚姻这个case下 你绝对不可能 所以说这个案子一定 就是这个法律出台的话 它一定会引发一系列的相关的社会问题 本身来说到这个中间的过程的话 有这个法律本身的存在的问题 就是说法律用它死的条目去解决活的问题的问题 同时也有这个中国目前这个法律制定的过程中 就是说它有比整个法律更僵化的因素在里头 你比如说吧 就是美国它是一个common law 就是它本身它是案例法 案例法的概念就是说 就是基本上我如果以前 比如最高法院判了个案子 不光判案的结果作为参照 它判案的过程要几十页甚至上百页的一个陈述书 那个也作为一个司法参照的 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它就使得一个案例参照 案例解释就变得相对来说原容包容的更多一些 而中国的司法体系 因为它本身来说它这个司法体系 它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 因为整个中国的一系列的法官 很多不是司法出身的 就包括中国目前司法副部长吴爱英 它是学政治出身 它是官员 它一路上当的都是党委书记上来的 它根本不懂法律 现在才去进修研究生的 所以说中国因为中国的法律 法官体系它没有不懂法律 所以说中国的法律 为了让这些法官好判案 就把法律就变成了条目化 简单化 其结果就是这样的现象 就是说A情况用B来解决 B情况用C来解决 就是整个来说的话 是因为整个中共的这种司法体系 本身的落后又造成了 它必须用这种很傻 很僵化的这种条目 来运行它的法律 其结果就造成了 比西方的法律 更加显得那种生硬 矮板 没人情味的这种现实 反而就是刚才咱们讨论这个条款 其实在网上热议最多的 这个网友的反对声浪最大的 其实这个条款的话 刚才您指出的 就是这个条款的本身的话 它这个就是在这个条文的制定上 自便来说的话 还是比较可以 但是网友恰恰反对的 就是在这个具体的问题之中 他恰恰忽略了 就是女方在这个家庭中 所做出的巨大的贡献 没有法量化 忽略了在这个女方 在这个弱势 就是在这个整个家庭中的 处于弱势地位 这样一个观点 我们看到一些网友的 一些观想 比如说现在网友一些观点 比如说现在这个 没有房子的女孩 这个谁还敢生孩子 刚生了 这个男人出了鬼了 那不得抱着孩子睡大街 因为这房产不是他的 那么你比如说 夫妻双方共同还贷的话 比如说这个房子买了 买的时候是100万 那么预付款是30万 30万如果是这个 这个男方付的话 那么两人共同还贷 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通过共同还贷 这个房子的最后的 归属权的是属于男方的 那么到最后的话 如果这个男士出轨的话 女士真的是 就是说在最后的话 当没有办法的去 去要过这个财产的时候 他就是变成了财产上的 一无所有 那么在这一点上 在就是说 女性的这种质疑上 我不知道大家已经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呢 其实这个整个社会现实已经造成了 刚才已经有个案例了 南京的一个女士 先生出轨了两次 最后房子还是归她 归那个南京 这个她先生了 她没有份了 那么这个女士立刻就面临 怎么生活的问题 南京房子那么贵 她下面怎么走 未来这个日子怎么过 所以说呢 事实上这个法律已经造成了 这样的一个个国了 但是呢 你要是反过来 从另一个角来说的话 如果说那就是说呢 本身来说呢 就是我们就反过来到西方来看的话 我自己的整体观念是什么 我的感觉就是说呢 本身所有这些乱象 来自于人的道德的沦丧 而法律的话呢 你可以保护弱势情绪 但是弱势情绪 在现在这个社会上 它是变的 大部分情况 当然是难得 坏男人可能 大家感觉多一些 就是说 但是呢 你也不能说没有坏 由于时间关系的 我们现在暂时简易讨论 今天广告我们在这 好观众朋友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继续讨论 好的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 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婚姻法新解释 谁喜谁忧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参与讨论 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 646-519-2879 或者是通过Skype 与我们联系 Skype的ID是RDHD2008 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 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 400-708-7995 接通之后再拨 899-116-0297 那么海外的观众朋友 也可以通过网络 同步收看 收看的地址是 www.ntdtv.com 那么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 可以通过爱博电视 进行网络同步收看 爱博电视的下载地址是 starp2p.com 我们继续展开刚才的讨论 我们继续请刚才 杰森博士继续分析 对 就是说我主要的想法 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 就是出了这样的法律 立刻反映这么大 是因为大家 开始把这个法律 适用于每一个个案 一旦适用个案的话 你看这个法律 在这儿别扭 在那儿别扭 而且很多时候 会引发非常不好的社会现实 当然我们知道 中共它出来 这个法律的主要目的 是让它的司法体系好办 但是司法体系的好办 其结果就造成了老百姓 就是说很难办 那么这个过程 怎么原因造成 事实上反过来看的话 我觉得其实根本原因 还是人心不顾 实际上人类社会的话 它是如果大家都遵循 一个道德的轨迹在走的话 很多问题它很好解决 如果每个人都相信 善有善毛恶有恶报 那么当他去 比如说他 对不起太太 做不起先生的事的时候 他会知道良心受谴责 他会不做 整个这样 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 生活的话 互相负责任 其实很多时候 他不会有这么多事情 只是说 当大家整个社会 已经完全对于这种 是恶有恶报 善有善毛等等 这件最基本的 几千年来 中国人信奉的 最基本理念 完全丧失的时候 每个人都最大化 自己个人利益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么法律 他想解决这样一个 纷繁复杂的人道德 败坏以后 纷繁复杂的问题的时候 他会捉襟见肘 而且会弄巧成拙 这事实上 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当人都 夫妻本来是一个 是最亲密的一对人 在这个时候 大家互相算计的时候 你没有任何一个法律 可以让他们 走上一个 公平胜负的道路上去 所以说这是我的观点 就是不管你怎么看这条法律 它都是问题 当然它要是另外的 因为西方定 是不是更合适 我在西方实实在在的看到 也有这种情况 太太出轨了 结果财产 房子还归了太太 因为太太带孩子 希望把孩子带给太太 那么先生 一方面得承受 太太出轨这样的一个痛苦 另一方面的话 他又得彻底 上市自己的房子 住在一个apartment里头 然后 这样工资一半给了别人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先生是不是很倒霉 所以说并不是说 一切维护女性就是对的 女性是大部分是弱势群体 但是有的时候 并不是说 所有女性都是弱势群体 我们得看到底 这个道德怎么走向的问题 好的 我们也听一听观众朋友的看法 我们接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大陆江苏的林先生 林先生您好 喂 你好 您好 您请讲 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个新婚姻法我也看见了 现在是表面上好像感觉 好像是 他现在好像是保护这个男性 其实他现在是 我个人认为是个什么情况 政府把这个矛盾 他抛给老百姓 如果这个婚姻法出世的话 你说以后有了这个因 必然有一个果 它以后会怎么样 你既然能出一个婚姻法 你让把这个矛盾以后 抛给我们老百姓 你怎么不出另外一个法律 你把这个房子50年 变成我们的横惨 孟子曾经也说过 有横惨必有横心 现在我们没有横惨 我们天天工作都是那种 好像过了今天没有明天 吃了这一顿没有下着 这个矛盾 如果长此以往 中国必然的更加的混乱 现在你看整个大陆 已经乱象一线 天线乱象 现在民不聊生 而且百姓愿生载到 如果这样的话 他今天出一个婚姻法 要把这个矛盾抛给老百姓 他明天还要出一个法 把矛盾还要抛给老百姓 他就想在老百姓成家 我们自己制造矛盾 我们自己跟自己拼 政府没有问题 我是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不知道两位专家有什么解释 谢谢 好的 谢谢林先生 我们针对林先生 我觉得提出一个非常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就是针对这个横产的问题 把这个 而且把这个问题提给老百姓了 那我们也注意到 争论最大的焦点 就是这个房产分割 而是在这写的婚姻法内 都是这个有关房产的问题 为什么把这个问题打出来 最最重要去谈 我不知道请两位分析一下 我觉得这是根据最近这些年 这个房价 尤其是以房价为代表的 这个物价上升的 这非常之快 那么中共通过一系列的政策 就是由前些年 比如说这个房产 房屋是分配制 我们当时大学毕业以后 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住宿舍分配单位的房子 你房子不属于我们自己的 所以离婚也好 结婚也好 这个房子你分到房子就有房子 没房子两个都没有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这个问题 一旦把这个房产 这个建造私有的以后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它这个制度本身的不完善 和在这个过程中贪污腐化 社会风气的这个越来越败坏 使得就是说这个财产的争夺 在家庭中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 就是有些出现 就刚才已经讲到 比如说他报二奶 有的他把这个房 这个自己供有的财产 赠予这个包的二奶了 有的这个在过程中出轨了 他还要让太太或者让先生 承担这个债务等等等等 就是说在这种乱象之中 这些矛盾越来越突出的时候 那么他各个基层司法单位 要面临着这样的司法案件的时候 他再去援引原来的那些司法的 这些规定的时候 就像刚才先生讲的 他并不是说全面的考虑 就是这个从人性的角度 从保护座的 他可能就是按照照办这个法规 原来是法规是这样的 那么就这么做 可是做来做去他发现 这个不能够涵盖所有的东西 所以他自然就提出这种需求 说我们要修改法律 可是这个修改之后 刚才这个我觉得林先生提了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他的修改并不是把问题解决了 就是这个社会的乱象 他并不是说希望通过这个新的司法解释 能把这个乱象给他解除了 而不是他说我有一个办法 能够这个适应所谓适应新的情况 我就这么判了 那么有新的解释 我就这个基层单位这个法官 他就有了依据了 就可以这么判 管你合理不合理 这不关我的事 这是上面定的 那么这样老百姓的 他可能就是刚才讲 这是一刀切了之后 一部分的民主 他一定会觉得这非常之不合理 但另外一部分讲 你看我们有了依据 我就是心安理得的 我出轨又怎么样 最后离婚了 对吧 我自己房产拿到以后 赔你点钱了 完事了 那么至于说赔多少 那我可以请一个高明的律师 你是一个又没有手里 没有什么钱 你可能请不到律师 那你这样的话 最后我的损失很小 那么这样 它实际上是促进人的道德 不是促进 而是促退 是往下拉 使得做坏事的人 他可能更有恃无恐 那么弱势的军企 他觉得 我这更没有指望了 他这个矛盾 就会更加激化 所以衍生出的社会问题 那可能 这是现在难以预料 对 其实整个房地产 让中共肥了 肥得要命 地方财政百分之五十来的房地产 但是房地产引发了高额的这种房价 却把整个中国社会完全扭曲了 就刚才林先生谈的 我觉得非常对 他实际上 当房地产问题扭曲了 变成社会问题的时候 他用这种婚姻法 就把一下子把这个社会问题 又推到了老百姓的家庭问题里头去了 这个问题就是 把这次的婚姻法解释 叫做只见房产 不见婚姻时的一个婚姻法解释 为什么呢 就是说 为什么婚姻 现在中国的房产 为什么这么复杂呢 因为太贵了 贵到了年轻人 你我就是夫妻之间 根本买不起了 得要父母都得卷进来 而且父母得把一辈子的积蓄卷进来 每个人都是倾其所有的投入 来供给这种房子 每个人都是把命放在这个房子上 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基础是分利必争的一个现象 而这个时候呢 中共却说这是你们家庭问题 但是呢 百分之九十的钱 却被开发商和这个地方政府给挣 好 我们再接一个朋友的朋友电话 武汉的陈先生 陈先生您好 你好 您请讲 我说一下吗 能听见您请讲 我说那个 好的 你要看这个法律啊 你看是谁制定的 是谁制定的那个法律 如果说当年的日本法西斯 在中国制定一个法律 拿你去去遵守它们 它的根